陳總召集人亮澄 潘吳瑞之老夫人 佛光山南華市 一成導師 中華民國駐南非代表處 朝務組 楊主長 及群體同仁與寶卷 各朝團 朝社 朝教負責人 各位朝務榮譽職人員 還有我們渡省中華工會 攤會長明儀 各位鄉親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好 謝謝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3年元旦 也是新的一年 在這裡 我們祝福我們中華民國 國運昌榮 台灣的人民幸福快樂 中華民國總統馬一九先生 在今天上午台北時間 在總統府的 元旦 慶祝典禮的支持當中 特別提到 在中華民國103年 政府要全力拼經濟 希望把台灣的經濟 扭轉 讓台灣更繁榮 更有活力 經濟更發展 政府在中華民國103年 有三項主要的拼經濟的 施政的作為 第一項 加強而且加大 公共建設的投資 第二項是要提供 創業基金 特別是給青年朋友的 創業基金 第三項就是要大幅度的 進行土地活化 以及都市更新 希望藉著這三項措施 能夠讓台灣的經濟 能夠扭轉 能夠讓我們的經濟成長 能夠更高更好 那麼在這裡呢 我也要藉這個機會 尤其是今天還有很多朋友 我想前面還有座位 後面站的朋友 可以到前面來坐 感謝各位今天 來出席我們的元旦升旗典禮 那麼我也要特別謝謝 尤其站在後面的各位朋友 不好意思啊 我們的位置不夠 讓你們站著辛苦了 那麼在這裡呢 我要感謝各位朋友 在過去一年 對於我們中華民國駐南非代表處 工作的各項支持 與指導 我希望在今年103年 各位仍然能夠秉持 過去對於我們的支持 以及給予我們的指導 繼續給我們支持和指導 那麼我們代表處的群體同仁 一定會更努力的 把我們的工作做好 在這裡呢 我也向各位報告 為了讓我們台橋的第二代 甚至於第三代 能夠更融入我們橋社的活動 中華民國駐南非代表處 今年的國慶酒會 已經預定好的場地跟時間 是在10月4號星期六 本來我想要訂10月10號星期五 但是那個場地都被人家訂了 我去看了幾個好的場地 10月10號當天都被人家訂了 我們也想跟人家去情商 看能不能讓一下 就我大家都不讓 所以我只好訂在10月4號 那麼我希望各位在座的朋友 你們家中有子弟 已經年滿18歲的話 請你們把他們的姓名 他們的聯絡方式 他們的電郵電話 告訴我們橋務主的楊主長 或者是我們王北生老師 我們希望今年呢 我們的國慶酒會 我們能夠邀請 我們台橋的第二代 第三代 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國慶酒會 讓他們更融入 我們橋社的活動 我們希望我們的橋社 能夠有傳承 讓更多的年輕人 對中華民國 對台灣這塊土地 有更好的認同 所以在這裡呢 我先跟各位報告 希望各位呢 能夠讓你們的子弟呢 來參加我們的國慶酒會 同時呢 以後我們的橋團 橋社 以及橋校辦的活動 我也希望 能夠多邀請 我們的年輕人來 共同參與 我想經過參與呢 可以讓我們的年輕人 會更有認同感 也可以讓我們的 心火得以相傳 所以我在這裡呢 要請各位 一定要支持 我們的橋團 橋社 希望讓年輕人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麼我想呢 今天還有好幾位 我們的貴賓 要致辭 那麼在這裡呢 我就不多說 我在這裡祝福 我們所有的來賓 在中華民國103年 身體健康 工作順心如意 和服平安 財源滾滾 生意興隆 謝謝各位的出席 也謝謝各位 對於我們駐南非代表處 那麼大力的支持 那麼我希望各位呢 能夠更支持我們的代表處 更支持我們的 喬團喬社 喬教的活動 謝謝各位 謝謝